凤凰时尚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陈妍希 那妍希这是第一次来女的时装周吗? 然后对这些表现还比较满意吗? 其实来这边就是看秀 所以称不上表现不表现的吧 那这是第一次来女的时装周 然后因为我知道之前有去过巴黎时装周 对去年第一次去巴黎时装周 那感觉这两个时装周有什么区别呢? 然后你觉得纽约有哪些元素是你比较喜欢的? 去年去巴黎是看Chanel的秀 然后那时候感觉他们的是非常华丽的 那这次来看纽约的时装周的秀 我觉得他们是感觉是比较casual一点 然后是比较everyday 就是那种可以比较实穿一点的一些时尚 那在里面看到一些纽约元素 比较好有意思呢? 那就是casual和那个比较好的一个时装 我觉得它里面的元素 我觉得比较俐落一点 然后我觉得时装当然是就是 比较实用嘛 就是你真的可以穿到这样去的 那你平时在看秀的时候 心里会有想什么吗? 会有什么想法吗? 会有什么想法?会啊 比如说看到一些礼服啊 就会想说那之后一些颁奖典礼 不知道可不可以穿啊 又或者是刚刚看完DKY的秀 那些衣服其实是我平常 比较不会穿的style 可是呢又会 让我想到我之前演的角色 就觉得欸 那个角色 是一个比较 比较 野一点 比较酷一点的女生 我觉得那些衣服 感觉上角色穿都很适合 嗯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一次 有一个主题 嗯 就是说中国媒体在纽约 嗯 然后相信你这几天也见了一些 多多长导见了一些中国的媒体 对 能不能找到三个形容词来形容它呢? 嗯 我觉得 看到中国媒体会觉得很很亲切 因为在国外嘛 碰到中国媒体 就会有那种他乡与固执的感觉 然后 呃我觉得非常的有效率 就是大家都 可以就是在 空档 就是 马上的就可以做出采访 然后 呃 我觉得都非常的热情欸 我觉得碰到中国媒体都 都很友善 大家 嗯 那就是友善 热气 热气 对 好 那 呃你平时给人的感觉 就是比较有文艺气质吧 哦 然后呢 但是现在我们今天 就可能是今天开秀的时候 嗯 嗯 嗯 多了一些 时尚摩根的一些 一些原色 嗯 对 是说以后想要往这个 时尚路线转型吗 嗯 希望 当然是希望自己可以 呃 打扮上面是可以 更加时尚一点 是的 那你会有在意人家评论的衣装吗 在意人家评论我的衣装啊 我觉得呃 好的意见 坏的意见 都要听 那呃 如果人家批评的话 那你可以看看 就是 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嗯 然后是不是真的自己穿的不好看 就是 呃 衣服我觉得还是 自己觉得 穿起来又 自行 然后觉得 呃 因为我觉得自己觉得舒服 觉得有自行 穿起来才会是好看的 嗯 那因为我们知道 今天是在一起的一个供应 嗯 那我们也问一个在一起的问题 嗯 好 因为在剧中的话 呃 您是和曾子丹 嗯 有一段 有一段 恋爱的一个关系 对 然后那现实当中的话 你会建议 呃和自己 比自己年龄稍微大的一点 男生要谈恋爱这种 我对感情这种事情 我觉得就是随缘 就是 我没有对 年龄啊 或者是 呃 国籍啊 或者是 距离 就是有任何的限制 因为我觉得感情 呃 嗯 不应该设那么多的限 嗯 那我们知道情人节也马上要来了 嗯 但是 看来你情人节 应该是在工作中度过的 对 然后呢 那我们也想提前祝你 其实下一个情人节 哦 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伴侣 一起过 谢谢谢谢 也祝你情人节快乐 谢谢 嗯 也是在这边过吗 不错啊 纽约还蛮 在纽约过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嗯 对啊 应该就可以跟工作人员 大家去吃一顿好吃的 嗯 那也祝你 呃 票房大买 哦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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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